如果同考不承认 行动党省至于不惜地退出政府 愈加之罪和患无辞 行动党执政以后完全没有进 而且越发地敢怒敢言 我这个可以从在内阁会议上 可以取得这个见证 当然今天行动党跟过往不一样的地方 过去我们在野 如今我们在潮 在野你没有这个执政政府内部的平台 现在我们是把过去敢怒敢言的角色 转去在政府的平台内部去发声 只是很遗憾的就是 当我们在内部努力争取的时候 公众人士却没有办法感受而看得到 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过势 因为在整个沟通宣传方面做得不好 这是我们要检讨的 就好像争取同考 这一个争取承认同考 行动党的内阁部长不曾沉默过 只是我们没有在报章上渲染 反而是选择在内阁的平台里面 去大力争取 省至于我们都已经取得一个共识 如果同考不承认 行动党省至于不惜地退出政策 不做政府也罢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我们一样的手术 就比如说我们也 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说 一杯水 可能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已经完成70% 可是很多人看到的是还没有做的30% 已经做的70% 却没有人给予去赞美和肯定 我们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华文独钟 60年来分文位的如今 是成为国家发展开销 获得国会白纸黑字正式通过 制度化拨款给独钟 而这个就以这个星期五 财政部长林冠英将清零中华独钟 去移交1500万令吉的支票 给全国的60间独钟 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可是很可惜的 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 然后我们说制度化拨款给划销 我们如今已经做到了 省至于每一年拨2000万 来新建新的划销 这个可以说过去国阵执政期间 60年来前所未有 所以我希望评论人等等 在评论的时候 网民也好 能够更加的厚道 公庸 我们要比的话可以 必须要苹果跟苹果 你要跟国阵过去60年没有的 现在有 这样你是不是应该给一点点的肯定和赞美 华社应该也跟我们站在一起 为什么最终我们是同一条船的 行动党如果成了 你千万不要自民得意 回来执政的是伊斯兰党的巫统 回巫勾结国家浩劫 你要永远记得我讲的这一句话 这两个一个搞种族极端 一个搞宗教极端 两个极端合起来 马来西亚就是玩火自焚 万确不复 所以我说巫医勾结 这个国家浩劫 而且他们现在搞的种族极端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这个境地 我们看普总国中挂灯笼事件 已经反映出 如果华社还是认为说无所谓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旦这些极端反对党上台执政 难保有一天 马来西亚的华社连灯笼都不挂 因为连挂灯笼都可以成为课题的时候 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成为课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关键就是 全体华社应该跟西门政府站在一起 我们不需要做多 一定要坚持八个字 坚守多元 捍卫中庸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马来西亚就不再是马来西亚 我们今天马来西亚跟其他国家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是什么 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和谐共族 一旦失去这一点 马来西亚的立国精神 面貌就完全的淡然无蠢 这一点是所有人都应该深深警惕的 你不要以为把行动党剿灭掉 行动党剿灭掉不是马华回来做政府的 是回教党和乌统 两股极端实力的结合 最终 最终华社 不要说明天会更好 那时候将是 幕府事部讲的 吴宾 表演讲的 como 演唱的 家 以为 不加 然后 大家 几个 战 我 杰 在 我们 女